我們捷師香港畫板 就是全香港最大的室內畫板場 我們佔地兩萬呎 我們有不同的區域去劃分 例如我們有分街頭、碗池和兒童區 適合我們不同類型的畫手來這裡訓練 我們最小的年齡就可以三歲的小朋友 已經可以開始在我們的移動畫板區學習 而外面的碗池和街式場地 適合六歲或以上的小朋友、大人去學習 一開始和哥哥一起練習的花式 我們就叫做Riding Basics 其實是畫板最初級的入門技巧 例如怎樣滑行、轉彎和停的動作 如果在難度方面 如果一至五星 五星最難 我就會說Riding Basics其實是一星 第二招我們就教了怎樣Drop In Drop In就是一個碗池場裡 其實是第一下要做的動作 Drop In其實是拿來拿速度去玩之後的花式 這個Drop In我會說是兩星的難度 是否都要小朋友很大膽、鼓起勇氣 在碗池上踏在畫板上衝進去 第三招就是Riding Basics Riding Basics Riding Basics 就是Drop In之後做的第一個動作 就是小朋友要踏著畫板 衝上去Mini Ram上面 卡一卡著前套 然後再畫下來 這個難度我都是比兩星的 Oli其實是一個街式的入門花式 Oli其實我分了四個不同的步驟 第一就是後腳拖板 第二就是前腳掃板 第三就是我們人跳 然後第四步就是連同快滑板 一起Land在地下 這個動作我會說是比兩星 因為就是例如你練習完Riding Basics之後 其實就可以練習這個Oli 因為要做到這個Oli 才會有之後的不同變化的花式做出來 這個5050 Exo Store 其實就是作編完之後 在對面的Mini Ram那裡轉身 然後人跟畫板在上面停頓 例如5秒鐘的時間 然後再下去繼續畫 這個動作是比較難的 我會比一個三星的動作 因為小朋友是需要有足夠的膽量 等它跟滑板在上面停頓的時候 就不要怕會跌 它站在上面 然後hold著5秒再轉下來 在街場和管持場地都有不同的花式 講一下街場先 其實街場一些高難度的花式 例如在扶手上面做一些跳動滑行的動作 就已經有些四星至五星的難度動作 剛剛我示範了幾個花式 第一個就叫Switch Front Side Shuffle 這個是我個人很喜歡的花式 我就會給它一個三星 因為快板是不用轉的 純粹是快板是移動180度 那就不用在空中反轉這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就是Varial Kick Flip 這個動作我會給一個四星 因為快板要轉180度之外 它還要在空中轉一個圈 那我就覺得是一個四星的動作 到最後 Shuffle Fit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熱身動作 所以我會給它一個兩星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